找到彭越的头下面给他痛哭流涕的祭奠彭越 当然这一祭奠动静很大 马上被抓起来 送到刘邦那了 刘邦一听 刘邦就火了 我下令不准任何人祭奠彭越 他谋反罪 你竟敢祭奠他 杀了 推出去 喷了 这个乱部说 愿一言而死 我愿意说一段话 我说完以后你怎么杀我都行 乱部说什么呢 说当年你和项羽打的那个最惨的时候 谁帮了你 是彭越 项羽为什么不能经过行阳向西打 是彭越断他的后路 那个时候彭越要是帮助项羽 你刘邦完了 他要帮助你刘邦项羽完了 这是彭越的第一大功 第二大功是该下之战 彭越立了两个大功 现在找了一个小毛病 你把彭越给杀了 加了个罪名叫谋反 从此以后天下功臣 人人自为 所以这事你做的不对 我说完了 你碰我吧 鸾部这番话说完以后 刘邦傻了 刘邦最后仔细一想 这鸾部不能杀 放了 大家想想 刘邦为什么放了鸾部 鸾部明明是抗旨不尊 为什么放了他 很简单 你看他前面放了快通 前面他放了冠高 快通股东韩线模反 他放了 冠高组织谋杀刘邦 他放了 鸾部哭记彭越 他又放了 大家明白了吧 一个道理 刘邦的晚年特别提倡忠诚 冠高是为赵王要杀刘邦 快通是为韩信 主张韩信中立 鸾部是为自己的主子梁王彭越 才冒险来祭奠他 只要是对自己主人忠诚的人 刘邦一律赦免不杀 那么鸾部为什么哭记彭越 他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彭越对鸾部有救命之恩 鸾部跟彭越原来是个不一之交 两个人过去就很好 后来的鸾部到北方去在燕地 在燕地做酒保打工 他那个主人被杀了 然后鸾部就替主人报了仇 他是个很忠诚的人 他在燕国就帮助他的主人报了仇 后来燕王赃图就用鸾部做了将军 这个赃图谋反的时候 鸾部被抓了 鸾部被抓以后 他的好朋友彭越已经做了梁王了 彭越听说自己的好朋友鸾部被抓 彭越拿重金把鸾部给竖出来了 竖出来以后安排到自己的手下 做了中大副 所以彭越对鸾部有救命之恩 而在彭越被杀的时候 鸾部奉命出示齐国 等他从齐国出示回来 彭越被杀了 所以他跑到洛阳 在鸾部的人头之下 哭记彭越 韩信彭越接连被杀 一时间朝廷上下人人自危 这些人中间有一个人最为紧张 他就是秦布 秦布和韩信彭越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 他们都是流芳征讨天下的汉将 攻城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 他们又都成为了一方诸侯 手中握有兵权 那么当韩信彭越被杀的消息传来之后 秦布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秦布在做了淮南王以后 本来是相安无事的 因为这个淮南是比较靠南方的一个国家 在淮河和长江流域 在这一带 但是首先传来的消息是韩信被杀 韩信被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史书记载四个字 不因心恐 秦布因为韩信之死心里感到恐惧 这是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 他正在打猎 皇上的诏书来了 一切诏书 这才知道 这是彭越的 神书记载 秦布又记载了三个字 因大恐 韩信被杀 他感到恐惧 彭越被杀 他感到大恐 所以秦布就动了心了 立即把他的军队 立即把他的军队布防好 密切关注林郡的郡县 有没有军事调动 他已经在做对抗刘邦的军事准备了 倒过来 我们说刘邦 杀彭越 你想让秦布吃肉酱 是镇住他了 还是击他了 以我来看 主要是击他了 因为秦布是一员小将 是一场非常勇猛的将领 所以这个时候的异姓王 基本上能够对抗中央的 只剩一个秦布了 其他全被杀光了 就在这个关口 又出事了 你看 韩信 是因为有人 他手下的人告了他 彭越是因为他的太普告了他 这个淮南王秦布 又因为他手下人告了他 他怎么会赶上告来 是因为一个女人 因为一个女人给他折了祸 这个淮南王秦布 有一个爱记 就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有病了 然后就找了个医生 给他心爱的女人看病 这看病 本来相安无事 很正常 自己心爱的女人有病了 然后找个医生 给他看病 看病的时候 不巧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秦布手下的 钟大夫 费贺 这个钟大夫费贺 他觉得 他说秦布的爱记有病 他应当有义务把这个关系给他疏通好 所以费贺也是出于好心 给这个医生送了好多礼 钟大夫他送礼的目的是什么 他送礼的目的是让医生更好的给这个秦布的爱记看病 他是一番好意 结果呢 这个秦布的爱记呢 对这个费贺就特别有好感 当然在治病的过程中间病也治好了 他和秦布相处的时候 他无意中就说了一番话 说咱们这个宫中啊 这个钟大夫费贺 是个钟后长者 这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 当一个女人当着一个男人夸另一个男人的时候 这就该出问题了 所以秦布一听 他最心爱的女人当着他的面夸他手下的一个部下 而这个部下又是个男人 他就有意了 他立马把脸一沉下来 立声责问 你凭什么说他是个钟后长者 这一问 把这个女人吓了一跳 老老实实把经过拳讲了 讲的过程 无非是他去看病 这个医生给钟大夫费贺量住对门 然后钟大夫费贺就不断的给医生送礼 然后这个医生就对他又特别好 给他照顾的很好 这是实情 他只讲完以后 情不不信 他觉得这个钟大夫费贺和他这个心爱的爱记 他俩有一腿子 不清不白 所以他一想越想越恼火 要杀这个钟大夫费贺 所以这个费贺就等于是叫什么了 这叫没事找事 人家这个情部的女人去看病 你给他掺和什么了 他非要去献宠 现在献好了 情部怀疑他和那个女人有染 要杀他 他得到消息了 连夜逃了 逃到那去了 逃到刘邦那去了 立即报告刘邦 说情不反了 又告他谋反 这一告 刘邦就问萧和 情不反了吗 萧和说了两句话 不不义由此 恐仇怨 萧和的话什么意思 情部不会谋反 这恐怕是他的仇家 诬陷他 这个话出自萧和之嘴 非常不容易 你看 韩信被杀 谁被他领入宫 萧和把他骗凝宫 彭越被乌杀 萧和一个字没说 赶到情部了 他出来替情部辩护 所以刘邦听说以后 那就这样 把情部把这个 费贺先关起来 咱们查一查 看看到底行不行 这边情部 得知到费贺逃了 所以情部立即就做好了 谋反的准备 而这个时候 中央派来的使者 也开始调查这件事 所以情部就断定 费贺是告了自己的状 所以情部非常果断 立即发动叛乱 当那个叛乱的消息 传到京城以后 刘邦立即下令 第一 把费贺给放了 他的报告是真实的 第二 召集大将们在一块商量 这些大将们 一听说情部反 还是那两句话 坑树子耳 何能维护 就是灭了那个家伙 他还能做点什么 但这个时候 刘邦手下的一个太普 你看 刘邦手下的太普 滕宫是个很稳重的人 他给刘邦说了 他说 我手下有一个门客 这个人叫雪公 他曾经在项羽的手下 做过另一 另一就是宰相 他非常熟悉情部这个人 因为情部原来就是项羽的手下 他说我给雪公两个人谈过 这个雪公说 情部之反很正常 因为他给韩信 彭越 他们三个人功劳相等 一荣俱荣 一损俱寻 现在那两个被杀了 他必然要反 反不可怕 很自然 关键看情部怎么办 有上中下三侧 如果情部用上侧 那韩管一东 就不是你刘邦的了 如果情部采取中侧 胜负未定 如果情部采下侧 那你可以高枕无庸 刘邦一听 立即召见这个雪公 就问他 什么叫上中下三侧 这个雪公就告诉他 上侧 它是向西攻打楚国 向东攻打吴国 然后是吞并齐鲁 然后胁迫燕兆 如果是再加上守好自己的本土 这就是上侧 如果情部用这个上侧的话 整个韩管一东不是你的了 什么叫中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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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